Hello大家好 因為親民連假的關係 這一週我們挑選兩則新聞 首先是土耳其的地方選舉 承認總統埃爾多安有繼續連勝嗎? 這檔選舉對執政黨的意義是什麼呢? 再來德國大罵合法化正式上路 支持跟反對者的意見有哪些呢? 一起來看 去年的土耳其總統大選被經濟學人稱作是2023年最重要的大選 當時許多媒體跟專家學者都預期 現任總統埃爾多安很有可能會因為通膨跟地震救災不利而落選 不過最終他還是打破預期成功連任 而今年緊接而來的地方大選 可以說是衡量執政黨支持度的其中選舉 那麼土耳其人的明星是向著誰呢? 土耳其3月31號舉行的全國新地方選舉 以往總是位屈第二的最大在野黨共和人民黨 今年竟然以兩個百分點 領先埃爾多安領導的執政黨正義發展黨 是35年來第一次 不僅如此 共和人民黨也成功拿下在伊斯坦堡、首都安卡拉 跟伊斯密爾等三大城的市長寶座 現在安卡拉市長更是以將近30個百分點的得票率大贏對手 伊斯坦堡海峽大學政治學的助理教授阿斯蘭納普就表示了 這是埃爾多安從2002年執政以來最慘重的敗選 有16萬元的伊斯坦堡貸賺 大喜!大喜!大喜! 大喜!這張選舉沒有任何意見到 知道嗎? 而在所有的區域當中 總統埃爾多安又最重視最大城伊斯坦堡的崇拜 不只選前平凡的為自家的伊斯坦堡市長候選人助選 在選前之夜 也特地到具有象徵意義的聖索菲亞清真寺參加祈禱 搞得很像他本人要參選 那為什麼埃爾多安這麼積極的想要拿回伊斯坦堡呢? 這其中還是跟未來的政治布局有關 一來 所屬共和人民黨 現任伊斯坦堡的市長伊瑪莫魯 從2019年當選以來 因為他民主開放 治理模式又很穩健 所以受到大量的自由派跟年輕人的歡迎 不僅被視為是在野黨的亮眼星星 也是目前最有可能 可以跟埃爾多安抗衡選總統的頭號人物之一 因此伊瑪莫魯如果勝選的話 那等同為他參選總統鋪平的道路 對埃爾多安來說也就更加的不利 那再要補充一下 2023年伊瑪莫魯之所以沒有出來選總統 部分原因是因為跟一宗 掺紮政治考量的誹謗罪審判有關 而那次的判決也被認為是埃爾多安 企圖阻止伊瑪莫魯參選的手段之一 二來埃爾多安在當選總理跟總統之前 1994到1998就是擔任伊斯坦堡的市長 他了解如果要鞏固權力布局大選 獲得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城市 比如說伊斯坦堡、安卡拉 或伊茲密爾的支持就很重要了 而光是伊斯坦堡就占了全土耳其 超過30%的GDP 那麼這場執政黨慘敗的地方選舉 對埃爾多安以及正義發展黨來說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這次埃爾多安的名字並沒有在選票上 但選民們藉著地方選舉的機會 藉由投給在野黨來表達他們對經濟的不滿 顧問諮詢公司Sanda Global的負責人 薩札克就表示了 這次選舉結果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息 那就是選民告訴政府 經濟正在傷害他們的生活 而共和人民黨這次表情亮眼 也可能暗示土耳其的政治局勢正在經歷轉變 共和人民黨主席歐澤表示 選民已經選擇讓土耳其改頭換面 他們希望開啟我國政治興局的大門 常年也來 要不要開放大麻合法化 一直都讓許多國家感到很糾結 禁令規定的太嚴格 但需求仍在的話 可能會導致地下黑市蓬勃發展 反而不利於當局監管 但全然的開放 又可能導致青少年等族群更容易接觸到大麻 造成健康上的危害 那麼德國的選擇是什麼 國內又是怎麼討論這個議題的呢 在經過多輪的討論之後 德國聯邦議會2月底已經通過新的議案 4月1號開始 年滿18歲的國民可以合法地持有 栽種以及在公共場合吸食娛樂用的大麻 每個人在公共場合最多可以持有25克 在生人場合最多可以持有50克 每戶家庭最多可以種植3株大麻 不過在早上7點到晚上8點的期間 不得在學校、幼兒園、公共遊樂場、體育場 或者是步行區100公尺範圍以內吸食大麻 並且從7月1號開始 成名人能夠合法地組成 跟加入非營利的大麻俱樂部 加入的會員可以透過俱樂部種植跟取得大麻 不過這些規定都只有適用在德國居民 所以預計不會出現像荷蘭或泰國 等等特別來嘗試大麻的國際旅客 德國大麻合法化這個議題是2021年 社會民主黨領導的三黨聯合政府上任之後 就提出來要推動的政策之一 目的是為了打擊黑市 聯合政府認為在需求存在甚至增加的情況下 嚴格限制合法市場不但不會減少需求 反而卻會讓更多的大麻進入黑市增加更多風險 所以應該要透過合法交易的方式 來保護青少年等族群的健康 那根據2024年2月的數據 有大約450萬名的德國人曾經吸食過大麻 那支持者也認為 既然沒辦法消除人們對大麻的需求 那麼應該要做的事不是去禁止人們吸食 而是杜絕來源不明的產品 由政府從源頭控管 另外德國杜塞多佛大學2021年做的研究指出 在受監管的市場之下 合法大麻可以為德國帶來超過47億歐元的額外收入 並且創造27,000個新的工作機會 不過反對者提出許多質疑 率先發生的是執法單位 德國警察工會認為大麻合法化的法律規範 在實際執行上會面臨許多的困難 工會聯邦副主席波伊茨認為 一來黑市可能因為需求大增 再加重跟俱樂部又供應不及而變得更大 二來很難確保黑市的犯罪網 不會滲透到合法的大麻社交俱樂部 這將增加氣毒的難度 最後呢 警方目前沒有美人都配有精密的測量儀器 這可能會造成現場執法不清楚的問題 表示聯邦政府必須針對新法 加強警方的訓練跟添購新的設備 德國國會衛生委員會的主席 魯德爾則表示 不只警方 司法系統跟地方政府 也都提出新法執行困難的問題 比如說規定一個家戶只能種植三株大麻 但實質上 警方很難到每一家檢查跟確認 那根據德媒民進週刊的報導 有40%的德國公民對大麻合法化持正面態度 45%持負面態度 前總理梅克爾所屬的政黨基民盟子表示 如果他們在下次大選勝選 將會廢除這項法案 以上就是為大家精選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助大家更上時事 國際直升 我們下回見 最後呢 還是來宣傳一下 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 第一則新聞我們提到的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那我們關鍵評論網 每個月推出一次的人物專題 國際大人物第一集 就是幫大家深入剖析 愛爾多安究竟有什麼樣子的魅力跟實力 可以掌權超過20年 並且曾經創下12場選戰全勝的紀錄呢 而在他的領導之下 又是怎麼改變了土耳其呢 有幸運的朋友 記得去看看哦 那影片的最後呢 還是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 特別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歡迎加入會員的預言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接收所有通知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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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